19号晚间10点多 在一处大楼的庭院爆发枪击 附近居民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报警 由于案发地点距离白宫不远 只有三公里 警方大举出动全面戒备 几乎将现场团团包围 民众有手机拍下 有伤患躺在单架上被抬出送医 总共有六个人中枪 包括五名男性与一名女性 其中一人宣告不治 两人伤势严重 警方初步排除是枪手乱射 嫌犯还在逃 拥有AK步枪 犯案动机不明 远警正调阅路口监视器 希望找到蛛丝马迹 而当天晚间约10点22分 华府东北区也发生了 另一起枪击 有三个人中枪受伤 警方正调查两起事件的关联 记者最后报道